不枉费美国总统拜登在家隔离还是须上班 7月26号迎来韩国的好消息 韩国第二大企业SK集团宣布加码在美国投资220亿美元 运薪台币6600亿 加上先前的70亿美元总投资金额逼近300亿 SK集团的重磅投资将会在美国2025年之前创造2万个工作机会 拜登的愉悦全写在脸上 除了跟中国抢投资 拜登还倡议美日韩台合组抗中的晶片联盟 但相较于私人企业豪阔大撒钱 韩国政府到现在对晶片联盟迟迟迟迟没有点头 距离答复的实现只剩一个月 韩国表示不会局限在美方的死线 而美国除了力求国际合作 现在也等国内的国会点点头 521美元1.5兆新台币的晶片法案 26号在参议院完成辩论 距离通过只差两步之遥 掌握的却是拜登政府疫情后复苏 以及避免衰退的最佳解放 这些闻黄盛凯猜球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